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还有 这个房子你真打算就给小倩了 我跟小倩的事情不用你操心 男子和大丈夫一言即出四马难追 我不像某些人说一套做一套 便连比翻书都快 我既然决定了要做的事情 无论将来怎么样 哪怕小倩最终不选择跟我在一起 我送出去的东西都不会再要回来 听你这样说 我就放心了 我知道 是我 还有我们家对不起小倩 我也没有什么可辩解的 是我的错 是我对不起她 对了 我上次委托你 让你给小倩送的那个情节 你给她了吗 她 她能来吗 我真不知道 你给小倩送一个情节的出于什么目的 我给了 她自己不愿意来 你要是真想知道为什么 你可以自己去问她呀 只要你不觉得尴尬就行 其实说起来 我们无冤无仇的 我只是替小倩不值得而言 从我自己来说 其实我应该感谢你 如果不是你出尔反尔的话 可能我也没有这个走进小倩的机会 是我对不起她 你该道歉的人不是我 而是小倩的父亲 还有小倩 我们作为男人来说 都要明白一个道理 女人是用来爱 用来疼的 而不是用来欺骗的 况且 她是小倩这么善良的 对不起 我 行了行了 多的不说了 这个房子尾款 你把协议回头拟好了之后 我给你打过去 反正都是小倩的名字 也不用过顾 那今天就先这样吧 再见 小倩 孙乐 你这是干嘛去了 你怎么回来了呀 家里没有面粉了 我出去买了一袋面粉回来 这个点你不应该在公司吗 怎么回来了 快给我快给我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以后家里这些东西啊 你在网上买就行 多方便 你就还专门出去跑一套题回来 多重啊 快走快走 哎呀孙乐 孙乐 孙乐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网上叫东西多贵啊 这一袋面粉 我出去在市场买一下 比再网上叫一袋回来便宜好几块钱呢 你看你啊 以后花钱呀 别这么大手大脚的 集约一点知道吗 你看你这么整天这么累的 挣钱多不容易啊 好了好了 怎么 这就开始管上我了 不是你做我女朋友呗 我什么都听你的 你只懂我绝不往昔 怎么样 停停停停 你啊 就不能被你抓住一点画饼 总能趁机拉到这个话题上来 你看你现在是我老板对不对 那作为员工 比老板省钱 老板不应该开心吗 对吧 孙燕 你这样子让我更加坚信 我为你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来 我今天回来呢 是有两个消息要告诉你 一个好消息 一个坏消息 你想先听哪个 两个消息 都是什么呀 你先选一个嘛 那就坏消息吧 坏消息是 我这里马上你就不能住了 得搬家了 啊 为什么呀 你还没问好消息呢 那好消息是什么呀 来 这个 这是好消息 这什么呀 打开看看 啊 啊这不是 这不是那个谁买的那个房子吗 它怎么在你这呀 对 现在它彻底是你的了 我买下来了 你放心 这次没人给你要回去了 你翻开看看 这里面有给你写的一份赠与证明 以后不管我们之间发生什么事情 它都永远是你的 从彩虽 你这就是干什么呀 前面有什么 怪不得那天你跟我说 你找陈宇商量什么事情 我就知道 肯定跟这个房子有关系 这个我不能要 你看 你真的不要这个样子 你说你这个样子算什么呢 你没有义务对我这么好的 而且我真的没有什么能报答你的 真的不值得你这个样子的 小倩 你听我说 其实本来也不是非得买她这个房子的 原本我还觉得心里有点不舒服 后来再三考虑 机遇一下几点我才跟她联系的 要无论如何把这个房子买下来 第一 这个房子呢就是你的名字 你之前也在里面住过一两次 我买回来不用过户 直接就是你的名字 第二 两个孩子户口 现在不都在这个房子下面吗 现在小学是上了 可将来上初中了怎么办 房子没了 孩子就没法在这边上学了 第三就是关心你的粉丝 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 都因为这个事情特别着急 通过各种渠道给你发信息 那你别把房子还给她 所以无论如何 咱们不能让人看笑话不是吗 可是孙乐那也不行 这个房子真的太贵重了 有趣话叫无供不受入对不对 这个我不能接受 你看我就是给你打一辈子供 我也还不起啊 孩子上不了学 大不了我带他们回农村上初中呗 我也不怕别人笑话我 我本来就一无所有嘛 而且我本来就是用村人 这没什么的 小倩 你看这样子 还是跟之前陈宇跟你说的一样 这个房子呢 就先挂在你面下 等将来孩子上完学了 如果你还是执意不肯收的话 你再还给我就行 唯独不一样的地方是 我给你写了一份声明 以后决定权在你手里 你要留就是你的 你不愿意留再说嘛 你就别推辞了 好吗 就这样定了 你要不然整个我 也太尴尬了 你给我这点面子 可是孙乐 你哪来这么多钱呀 你不是说你的钱 大部分在你妈那儿吗 小倩 我也不瞒你 我把我现在这个房子 就是你现在住的这个 卖了 已经谈好了 这几天就过户 就是辛苦你 再住了没几天 就得帮我搬家了 可是孙乐 你说你这是何苦呢 你把自己的房子卖了 买的新房子 又放在我的面下 我这 好了小倩 都已经这个样子了 坦然接受就好了嘛 走吧 咱们回家吧 我这两天帮你 一起收拾收拾 咱就搬过去